中国的GDP将永远都无法超过美国 这是本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份预测 而这也是近些年来 全球首个公开讲中美GDP不会逆传的权威研究机构 他说中国大约只能追到美国87%的程度 然后就会到达顶峰假扰而止 老实说我看到这个预测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 因为这个机构并不是那种畅衰中国崩溃论的半调子机构 相反他之前对于中国的经济未来保持非常乐观的一个态度 比如就在2020年他有一个预测讲 中国GDP最快将在2028年追上美国 即便是去年他调整了自己的预测 依然认为中国有望在2033年追上美国 那么为什么三年时间会让这个机构的预测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转折呢 分析他给出的模型 这个机构给出了三大原因 管控 大国博弈下的出购管制 以及外企离开中国 不知道是不是巧啊 最近高盛也发布了一份报告 说中国的GDP将在2035年左右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第一 但是这个新的鼓起 比高盛2011年的预测 玩了足足十年 家人们 为什么国际上突然就变得保守起来呢 还是那句话 我们永远永远都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动摇 不折腾 如此才是国家之心 民族之心 我会希望你去对 你想赴 那啊 带俩 你 不折腾